《香港青年協会》 《香港青年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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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 由发展局和香港青年协会合办的节目 《我们有得选择》 我是节目主持人嘉嘉林佳瑶 《我们有得选择》顾名思义 就是让青年可以表达对于香港未来土地发展的意见 一起参与土地规划和建设 切实地做到土地发展 《有得选择》,《我们都有得选择》 每集节目将会由不同专业的青年 与我们的嘉宾对谈互动 以理性和多角度去探讨一下 交易洲人工岛 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议题 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议题包括有移居、移业和移游三大范畴 而在节目的最后部分 更是设有观众发问环节 即场可以与嘉宾和专业青年互动 而今集的主题就是探讨 交易洲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的移业议题 在现场有嘉宾和几位青年参与讨论 先介绍一下他们 包括有胡思南Kenny 他是中医及生物医学系的学生 大家好,我是Kenny 另外还有盧俊业Jason 他是教育科技初创公司联合创办人 大家好,我是Jason 也有陈留意Stephanie 他是法律课程的博士生 大家好,我是Stephanie 不少得任我们的嘉宾 就是有公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蔡德胜先生,JP Stanley Hello,大家好,我是Stanley 欢迎各位 交易洲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 都是以扩大发展容量 和连续大湾区以及世界为规划重心 究竟两大项目会为香港 带来什么发展机遇 对香港经济发展有什么正面的帮助 不如先看片了解一下 为香港发展扩容扩量 特区政府推出交易洲人工岛 及北部都会区项目 提供土地以照顾居住 经济发展和社会设施的长远需要 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交易洲人工岛分阶段 提供1000公顷全新土地 人工岛选址具策略性 为处港岛、九龙和大嶼山之间 交通四通八达 5分钟到港岛西 20分钟到达洪水桥 连通北部多会区 15分钟抵达机场 同时接驳大湾区交通网 策略性联通内地及国际 人工岛推动繁荣多元的发展 可以承载500万平方米商业楼面面积 和创造27万个就业机会 其中100公顷的用地 会发展成香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 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 北部多会区将协助香港打造成国际创科新成 促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 北部多会区可分为四大区域 各有不同的策略定位和发展主题 西部的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 包括元朗及天水维生市镇 正栋供的洪水桥、夏村新发展区和元朗南 和规划中的楼浮山、尖被咀、百泥一带等 该区可连接前海合作区和南山区 定位是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 中部的创新科技地带 包括新田科技城和牛潭尾一带 定位是创科发展集群的枢纽 和深圳园区协同发展 新田科技城东面的口岸商贸及产业区 主要发展包括现有的粉岭、上水新市镇 建设中的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 以及规划中的新界北新市镇、 罗湖、敏感度一带 该区坐拥三个口岸优势 可带动商贸及产业发展 而最东部的南绿康乐旅游生态圈 主要包括红花岭、连玛坑、沙头角、 人州堂及沿海村落和外岛等地区 区内自然和人民资源丰富 可创造旅游保育机遇 北部都会区可提供大量产业用地 推动创科和其他产业发展 新发展土地可提供大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 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 即将促进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 把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 交易州人工岛及北部都会区项目都以扩大发展容量 以及联系大湾区及世界为规划重心 究竟两大项目会带来哪些新产业 为香港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意进军大湾区以至世界的青年 又需要哪些支援措施 今集会详细探讨 似乎两大项目都隐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 带动香港的就业和创业市场 面对着庞大的发展机遇 我们有什么建议方案去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 为青年提供更加优质的就业前景 以及为了迎接新产业的担生 相关的创业配套如何配合 我们希望在今集可以详细探讨 讨论环节将会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第一,交易洲人工岛和北部都汇区发展 如何扩大香港经济的发展容量 连接大湾区及世界 第二,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 如何带动香港的就业和创业市场的发展 最后,两大项目如何加强创业配套 去推动人才发展 最后一个部分将会是 现场观众的发问环节 嘉宾将会就着问题进行简单回应 而刚才在短片中提到 北部都汇区及南部交易洲发展项目 希望打开双门户 即是香港连接内地 同时有面向世界 我知道在座三位青年都有接触大湾区的经验 不如先分享一下你们的观察 好啊,没问题 其实我之前可能最近都去了深圳和广州 都去了考察 都很庆幸可以和当地的住院办官员 去做到一个交流 以及一些创业青年 在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双门户 可能举个例子 可能一些基建 或者很高效的交通 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个很优质的一小时的生活圈 我可能觉得对于三财这方面的交流来说 包括了可能前财、人财、材料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出进作用 对于香港的金融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而其实我也有一点的建议也是想提出 可能就是针对着可能在规划上面 可能关于KPI和时间线上的发展 其实我自己都留意到 香港2030加这个规划上面 其实都提及到这个东部知识 和这个科技走廊 但是好像是之后 都好像没什么特别再提及到 相关的project 或者一个时间线 但是一何之隔的深圳 在这个龙江区道 其实都提及了这个 深港东部知识及科技走廊 然后里面也提及到 香港和深圳这几个区域 如何可以去做到一个科技上的合作 和他们明确的定位 所以就看看政府 其实是否都可以 在之后的规划上面 都可以定立一个更加确实的时间线 和一些KPI 可以真的令到计划 确切到地 很好的建议 除了深泛内地联系之外 面向世界走出去 一样重要的 青年朋友有些什么观察 我们今次经常都会提到 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的角色 而香港就会承担着一个内联外通的优势 譬如我们知名的英国约企 阿斯利康 在香港的河套区 其实都设立了创新中心 和创新园 就会研发一些和肿瘤基因相关 和一些罕见病相关的技术 我自己就认为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根据投资区港柱 2021年的数据 香港有些母公司 在海外和内地的住港公司的数目 是高达了9000间 和一些初藏的社区 都高达了4000间 而这些数字都反映了香港这些 在这个经济方面的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有75%的人民币离岸处理 都是在香港发生 所以的话 其实都说明了 香港在招商引资方面 有巨大的潜力 一来的话 外资对于中国市场是充满信心 而香港的话 中西文化交融 无论是在法律、版权 又或者在制度这方面 都是十分稳定 所以的话 其实外资公司 如果想进军内地市场 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可以来试试水温 那两位青年就着两项计划 可以如何扩大到 香港经济的发展容量 给予一些意见和建议 不知道Stanley你怎么看 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就 听了两位青年人的意见 我看到 你们其实都对这个项目 有一定的了解 亦都是很期待 那其实呢 相信除了青年人之外 其实广大香港市民 都是很期待这两个项目的落成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香港 过去其实一直都是 尤其是在产业发展 在创新科技发展 其实都是欠缺了土地的配套 例如我们说 有一些 硬件的创新科技 其实是很需要一些 重型的机器去参与 但如果你没有土地的话 其实就这些 发展很难做下去 其实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发展局 都很努力地为香港去寻找土地 刚刚也有宣布 就是说 我们将来有七千公顷土地的供应 其实北部都匯区和交易洲人公岛 其实是佔了超过一半的 这个土地 所以变了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香港 整体发展 是非常之重要 另外就是 我想另外一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说 因为这两个土地的发展 其实是对我们现在一些 新兴的产业 尤其是年轻人 喜欢的产业 是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 这个带动的作用 因为 我想 其实年轻人 对这个创新科技 其实一向都是有兴趣的 但除了创新科技之外 近这几年 我们都看到有很多 文化产业 医疗 或者专业服务 其实这一类型的产业 其实都很需要 我们一些土地的配套 才可以做到 所以其实 尤其是我知道 刚才也有年轻人 他说 又是中医药 对不对 另外就是 专业界别 法律方面 这方面 其实我们都很需要 有一些 一些土地的发展 还有 那些土地 不单止他们是有一个供应 还有他们的交通配套 也都需要可以 连接到我们 整个现在香港的规划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 例如说 北部都会区 他现在来着 就会 连接到我们 深圳 和广州有几个 相近的城市 那 来着也会有一些铁路的发展 那些铁路的发展 其实是大大的 将我们香港 和我们的 越高澳大湾区的融合 做得更加好 另外一方面 交易周园公岛更加不用说 因为 其实它的中心位置 是非常策略性的 我们刚才看片也看到 我们讲十分钟 去到中环 那这些 那么战略的位置 其实对我们香港 发展第三个 叫做CBD 其实我觉得 都是很重要 这个对我们香港 青年人 将来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两个大型的项目 是必不可缺的 我自己觉得 就是有大量的土地供应 大家一定要好好善用 如何加强这个规划 但至于 香港《超级联络人》 这个角色 你又怎么看呢 Stanley 如何可以突显到这个角色 其实 香港以往 一直都很努力 去做这个角色 不过 因为香港 其实它的产业 以往 本身真的比较单一 就是我们有很多 都是以金融专业服务为主 所以 其实 不少 例如说 在外国的企业 他来到香港 他就会觉得 你们其实有一个 那么好的地理位置 我们背靠祖国 但我们也是 在亚洲区 或者甚至是全世界 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如果你们有更多的 产业发展 其实对我们 作为一个 全世界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们现在欠缺的是 我们在哪里 可以找到相应的土地配套 可以容许我们香港 可以有更多的产业化 多元化发展 来更加巩固 我们这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经过几位的分享 大家就了解到 两项计划 如何可以连接到 大湾区以至世界 扩大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容量 对外 就是发展到香港 这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不知道对内 又如何 可以从南金融 北创科的布局 带动到香港的就业 和创业市场 交给Jason 新发展的地方 就一定会创造就业 无论是基建所需要的人手 还是专业的服务 以至日口衣食住行的 各方面的管理和服务人员 他们本身都是制业机会 不过我想更加最重要的是 金融方面 因为香港一直都是 国际金融中心 而近年随着气候变化 以及我们大家 越来越关注企业的ESG 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了 香港金融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之一 不过绿色金融本身 是一个第三级产业 所以其实它都需要 有相应的绿色行业 例如回收业 或者再制造业 来承托 否则长远的话 其实很难和其他 完整发展 绿色经济的城市竞争 而且完整的绿色经济 产业链 也可以帮助到 本地的经济发展 我相信政府本身 都已经打算发展 交易洲人工 做核心商业区 所以如果我们交易洲上面 去加强发展 这个绿色经济产业链 其实香港在绿色金融 这方面 就会相比其他 只是集中于 发展金融的城市 根据前瞻性 和正真理 就业机会 自然就会更加了 是的 其实刚刚也像Jason 那样说的 绿色金融的确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 而在交易洲 或者北部都会区 上面来说 在土地配到上面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发展潜力 来说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两个有潜尖性的土地运用上面 其实更加着重的是 这两个地方 如何可以合作 而且真的可以互相帮助大家 一起去发展 就好像举个例子 例如可能在这个AI上面 其实都可以用来减低 这个Greenwashing 漂录的现象 或者可能你有些区块链的技术 去帮助到这个金融的发展 那其实这些 其实都可以出用到 这两个地区的发展 以及可以达成到 南金融 和不创货的一个发展报告 那我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 那对我而言的话 其实我觉得法律界 在香港是一个传统的业务 但是绿色的经济产业 其实带来了新的机遇 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运行普通法的系统 以及香港是国际仲裁中心 根据2021年 香港的国际仲裁中心 是世界最受欢迎的排名 是第三位 所以我认为 我们可以考虑建设 一个国际绿色仲裁中心 就会处理一些 和气候相关的争议 这样的方式 一方面的话 可以在法律方面做到一个贡献 另一方面的话 也可以联通大湾区和国际 提供绿色仲裁专业服务的同时 我们可以培训一些 专攻绿色仲裁的法律人才 还有的话 也可以将金融和法律 两方面相结合、相辅相成 三位青年 就着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 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 都有些意见提出了 特别是在绿色产业的发展方面 更加觉得充满着机遇 Stanley有什么看法 其实当初业界知道特区政府推出 南金融北创科的策略的时候 其实业界是很着弱的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个其实是一个绝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香港本身 在南边 香港的南边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金融发展 非常活跃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我们重要的基建设施 都在南边 但是我们一直都外于就是说 我们的创科本身是 需要有相应的土地发展 那这个土地发展 其实这次我们北部都会区 就可以提供到相应的土地 去做这个行业 其实就是有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叫做 我们香港有两个CBD 其实现在都相对比较制用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交易周人工岛的一个落实 其实也都将我们现在金融行业的 那个版图是更加巩固下来 那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创科之外 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相应的产业发展 刚才我们说到文化创业产业 医疗、教育、现代物流、基建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香港很需要 去多元化发展的一些领域 而我们经常都说金融 其实金融始终都是要有一个 产业的支持才能发展到 其实创科也是 创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 它是需要和一个产业去结合 才能够发展上来 所以变成了我们今次有这个策略 其实是使得整个香港的 所有的产业多元化 是更加可以做到落实 以往我们其实经常说我们产业要多元化 但一直都找不到这个出路 其实过去那几年 其实年轻人对这个产业多元化的需求很高 尤其是过去那十年 其实香港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对创业的兴趣很浓厚 包括刚才Jason说的一些绿色产业 但绿色产业本身 里面是涵盖的范畴很多元化 由刚才那个回收业 说到AI 说到各样东西 其实都涵盖 而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行业 本身年轻人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 包括例如设计各样东西 其实这一方面 但都是需要有一个土地的支援才行 所以我们这次 我们知道在北部都会区 应该是有些土地 是逾给一些环保产业去发展 亦都知道特区政府 其实就是现在的规划 以及未来在北部都会区 那边的规划 其实都是希望可以多些發展 一地多用的方式的发展 一地多用的方式的发展 那我相信 我们现在的规划 其實接下來這兩個項目的落實 其實是對我們整個策略的發展 和產業發展是很重要的 的確我們很樂於看到 本港的產業是越來越多元化的 剛剛提到的特別是 綠色產業的發展機遇是特別大的 不知道三位青年嘉賓 有沒有更好的建議 可以讓Stanley參考一下 可以 其實我剛剛也聽Stanley說 其實也有一些想法可以再提出來 其實剛剛Stanley這麼說 綠色產業其實是一個很有具潛質性的產業 其實都可以帶動到香港的產業多元化 都可以推動到工業4.0的進程 而我留意到其實可能綠色產業來講 現在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小企業 所以其實會不會政府都可以提供一些資金 或者是一些人才去輔助到他們的發展 其實我也知道可能是交易洲 其實可能它的重點都是著重在一個智慧 環保和具抗願力的一個都市的發展 其實會不會參考一下陸在區區的營運模式 都是多些去支持可能回收業的發展 其實可以更多元化去輔助到 整個綠色產業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剛才Kenny提出這些意見 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這兩個項目 現在其實都是一個規劃的階段 其實我相信特區政府 其實一直在收集不同的意見 剛才你說的那些意見 也是對整個發展很重要 因為畢竟這兩個項目落成的時候 其實你們就是這兩個項目的主人翁 我相信其實接下來陸陸續續 都會有一些龍頭的企業 特區政府會帶來香港做發展 我相信這個綠色產業這方面 其實都會有一些內地 或者國際的一些龍頭產業 可以在香港落湖 也都可以幫助到整個項目的發展 非常好 我們也分享了很多 關於南金融不創科的佈局 怎樣帶動香港的就業和創業市場 要更有效地支援創業發展 推動人才發展 相關配套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Jason 你也創業的 你怎樣看 作為一個創業青年 我也留意到特區政府 通過北部都會區的規劃 是大力支持香港的創科發展 例如我們現在看看畫面的部分 在紫色的高端專業服務 和物流書樓的劉浮山 就會類比數碼說 去建造一個新的設施 去推動新經濟和傳統經濟的融合 也都會在洪水橋下村那方面 設立一個青年創新和創業基地 而另一方面 在畫面橙紅色的部分 在創新科技地帶入面的 新田科技城入面 就會提供相當於17個香港科學員 這麼大的用地 去支持創科發展 不過既然有這麼多的設施 以及在這些設施以外 其實香港仍然有 數碼港和科學員 其實就難免會令人覺得 這些創業地區都比較想分散 而如果它們比較想分散的話 就會難以去支持創科的發展 更何況 也都會導致將來政府 如果是一些新的創業政策的話 也都會更加難去落實 而如果這些所有地方的功能 都類似是枯化器 即是incubator的話 其實一些新的創業青年 他們將來就有可能 要去到港九新界不同的地方 去尋找創業的資金 而且相關的機構也都要重複 去審批這些申請 而導致資源難以去有效運用 不過說是這樣說 我也是覺得其實 這些土地資源 是確實有助於香港的創科發展的 所以我相信其實真正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釐清每一個的基建 其實它們的實質功能是甚麼 例如說第一方面 我相信洪水橋下村那裡 其實並不需要成為一個 完整的青年創新和創業基地 反而可以配合附近的北都大學教育城 去加強創業的教育 以及去提供創業之前的支援 例如說幫助創業的青年去開公司 或者開公司的銀行戶口 亦都可以向在職的人士 提供一些技能提升 亦都是upskilling 或者reskilling的培訓課程 去為附近的劉浮山 和新田科技性去培訓人才 而第二點 我們都相信劉浮山可以 繼數碼港和科學員之後 成為香港第三個枯化器 不過由於它的地理位置相當優越 所以其實我相信 亦都可以利用地理位置的優勢 來集中協助於有志於 進入大灣區發展的創科青年 而第三點 新田科技城的地域相當廣闊 我覺得它未必適合成為第四個枯化器 反而我相信它很適合去配合香港的生產力局 去發展工業4.0 通過在當地去建設不同的生產線 來加強香港在新工業這方面的發展 而最後第四點 雖然我們都說培育初創 而這些全部都是創科的地帶 但是其實初創就不單止有新的公司 香港例如說在數碼港和科學員裡面 本身都有不同的大型知名科技企業進主 而這些知名企業一方面可以 為香港帶來新的知識 亦都可以令到香港的公司 和創業青年即例如我 跟他們更好的互動和交流 在他們身上學到他們的國際成功要素 我相信將來政府也可以加強協調 到底我們是要邀請哪一類型的企業 去進駐哪一個地帶 例如說可能有一些 在香港很成功的企業 他們已經成功進駐了大灣區的話 其實都可以邀請他們 去回劉浮山那裡 去跟當地的創業青年交流 去傳遞這個知識給他們 從而達到更好的效果 很好 我真的從一個創業青年的角度 分享了很多實際的建議 Stephanie你又怎樣算呢 我也很同意 有錢財才可以創業 而我們的大灣區是一個9加2的城市 一個灣區有三種不同的貨幣在流通 而在香港來說 我們即使有一個內地的戶口 舉個例子 我們在香港全人民幣 其實都是一種跨境的匯款 在這裡的話 我就有一點點的建議 首先我覺得政策方面 其實可以做到一個配合 首先可以參考深圳的前海當年的規劃 利用不同的先行先試的計劃 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互聯互通 北部都會區和交易州 都可以針對性地大膽開放政策 令資金來往更加彈性和靈活 另一方面 應用在法律方面 就不同的城市 其實法制這方面的制度都有所不同 我認為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去邀請主要國家的一些官員 或者是一些經貿辦事處 和一些相關法律背景的人員去駐場 解答一些創業者相關創業或商務方面的一些問題 譬如申請專利和認證 做特快的批合 專門的一些通道等等 創造一個有利的營養環境給我們的創業者 即是怎樣可以令北部都會區的四個區域 更好地去規劃 分配到一些資源 再加上會不會考慮推行一些更開放的政策 這些建議 Stanley 你是怎樣的? 其實剛才我聽到Jason和Stephanie分享 我很開心 為什麼呢? 我想分享的東西他們都說了 因為剛才中間我原本很想和你們介紹 我們有不同的發展 有什麼佈局 但我發現Jason真的做足功課 但我自己覺得Jason剛才提出的一點 其實很值得香港一個 不只是特區政府 還有我們自己廣大市民 都可以向特區政府反映意見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尤其是在創新科技方面 其實會跟現在我們的科學員 和我們數碼說 其實都應該是希望他們可以產生到一些協同效應 我們接下來剛才Jason提出的東西 我們其實社會是要深思的 例如說我們數碼說 一個這麼近我們中上環的位置的地方 究竟哪一類型的創新科技對它是最好的呢? 有可能我們剛才也說我們是南金融北創科 有可能我們南金融會不會是 我們剛才說一些金融科技的產業 是可以在我們數碼說的發展呢? 我們剛才Jason也說到 我們接下來應該會有很多龍頭的產業來香港 這個其實對我們的創新科技產業是很重要的 他們來到香港 其實最重要的是 需要有很多配套的公司圍著他們 大家都知道要整項整項去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相信接下來 尤其是剛才Stephanie說 在這個人才流動 資金流動 信息流動 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還很需要大家一起去集思廣益 去將我們自己的意見 一起向特區政府反映 剛才兩位青年人說的話 亦都可以落實到 因為我知道特區政府現在其實都在想 我們怎樣可以利用到 我們現在交易周園公島也好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也好 就是怎樣我們可以將它 上游 中游 下游的產業鏈 能夠在香港發展到 同時亦都可以和我們深圳 與港澳大灣區融合 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大家 幾位年輕人都已經很關注 這一方面的發展 我相信未來這個區域的發展 一定會更加好 要發展這個產業鏈 人才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座有老闆 也有學生 都是社會人才來的 大家有期望 這兩個項目可以怎樣協助到人才發展 我自己就認為 其實建立一個人才供應的生態圈 是十分之重要的 其實搶人才和培育人才 是橫橫相靠一物相成的 我就參考了瑞士 國際的樂商管理學院的國際人才報告 在這個人才報告裡面 就提到了三個很重要的指標 一是投資與發展 二是準備到 三個就是吸引力和留住人才 針對這三個頭兩個選項 我認為政府其實是可以考慮 在政策方面 為這些企業提供一些租金 或者是其他的優惠 以鼓勵這些企業 提供一些獎學金 又或者是提供一些實習的機會 給一些創業的 或者是一些青年的人士 令到他們可以在從中學習 還有的話 都會建立到一個自我供求的系統 就一方面我們可以做到培育人才 另一方面的話 都可以令公司保持競爭力 和提升企業的形象 是的 其實剛剛都說到 其實培育人才和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都是很重要的 而這些人才其實最重要的目的 都是生產到一些科創的產品 正如剛剛Stanley都說了 都希望在這個區域裡面 都可以建立到上、中、下游的生產鏈 其實我覺得都是看回政府最近推出了 一個產學研一加的計劃 我覺得政府其實都可以繼續加大力度 或者是主動採取一些初創產品 或者提供更多的援助給他們 令到這些初創產品 都可以確實地落地 真的可以由這個研究 然後轉為一個產品 讓我們這麼多市民去用 很好的建議 的確帶動香港經濟多元發展 為青年去擴富就業和創業出路 完善人才培養的體系是其中一個關鍵 青年朋友今天就著多方面 建言獻策 提出了很多相關計劃的具體建議 一起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出一分力 而今天除了有三位專業青年之外 很開心現場還有不少青年朋友現場觀眾 想問一下現場觀眾 有沒有什麼問題或想法 想和Stanley交流一下互動一下 你們可以舉手示意 我就會邀請你來到台前 好 左邊這一位 請你來到台前的位置 然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會把咪高峰遞給你 對 右邊有一支咪高峰 請你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再發問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o 其實交易州人工島也好 或者北部都會區 這個計劃都是近年在資料報告提出 最近正式整合出來的 其實整個計劃可能成形都要一段長的時間 可能十年 二十年 當中無可避免會存在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其實我們作為一些青年人 又或者是投資的人 我們可以怎樣去 即我們有什麼因素 或者潛上的商機 可以令我們把握先機去地區的投資 還是我們可能想要先看清楚 可能等到那個地區發展得七八八 才會再投資 這樣會比較好 謝謝你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永遠都是… 即我們作為一個投資人 其實永遠都是說風險和回報 其實如果你現在看回我們 在國際上有很多大公司 其實他們現在的取態主要是想 有一個儘快進來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你先進來 其實你可以帶動到整個區域的發展 因為你想想像剛才Stephanie也有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些外國藥廠準備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她知道我下戶之後 我就是一個龍頭的先驅 其實很多產業就會圍著它來發展 所以當然也有一些人 她就著她自己本身 例如說公司的發展情況 她有可能都會選擇 我到中期的時候 我知道了整個規劃是怎樣 我才進來 這個也不奇怪 因為這個也跟剛才我們說 究竟它是上游、中游 還是下游的發展 所以我們也會對我們未來的發展 是會更加好 真的永遠都是發人一步 就可以捕捉到先驅 那些人 好 看看有沒有另一位觀眾朋友 是想問問題的可以舉手 右邊這一位可以來到台前為止 不單止我自己 我學生很多都是在說 slash、startup 或者看見社會很多SDGs的需要 去做一些social enterprise的startup 或者甚至貼地一點 很多同學都會自己有 YouTube Channel、IG Stop 所以其實我們如何預備這些同學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規劃 如何預備他們成為一個準備好的企業家 也都現時的大學 現時的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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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Inno Center 前海都有很多很多腐化器 我都很認同 我們要有區分 要有分別 到底他們的分工是怎樣 我自己之前六月的時候 也有機會去過武漢做過交流 看見國家 看見華中師範大學 國家級的EdTech實驗室 實在有很多啟發 甚至乎我回來香港之後 也很啟發我去 在自己教學工作 甚至乎自己思考創業 我們如何把創業的教育普及化 知道現在有些大學 例如CHK有創業的minor 但我們現場有很多高中生 有很多大學生 我們如何把創業的mindset 去植入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心裡 令到他們將來 當他們在社會之中 有啟發 有建立的時候 他們能夠做到他們的夢想 也很同意剛才Stally說 要發人一步 尤其是在創業方面 有什麼快速的選項呢 例如我自己開始 我實在等不及南北這些規劃 有什麼快速的方法可以給予 現在有些企業都很好 例如D2Place 例如LinkedUp 都很好 都是一些私人企業去參與 會否促進更多這些方面呢 最後 搶人材 搶土地 搶錢財 這些配套都很重要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你有很多問題在裏面 我嘗試一下 逐個答 首先第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 剛才你有說到 年輕人 現在很多都是slasher 對不對 其實我們香港 整體社會 已經慢慢地接受了 香港的年輕人 包括其實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的年輕人 其實工作模式不同了 有很多我們叫做大公司的高管 他們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年輕人 他們是比較願意 有時間彈性一點 做slasher 或者做part time 不代表他們沒有承諾的 他們也可以 明天有功課要交 我今晚可以幫你做到好事 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香港的年輕人的心態 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也不應該是 受到他們的工作模式的限制 我自己覺得 剛才你有說到 究竟他們怎樣可以 可以叫做裝備自己 又或者學多些創業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覺得 現在在大學 或者在一些專上學院 其實都有不少 是可以給年輕人去試一下創業的機會 又或者甚至是有一些 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創業 但是一些叫做寫行業提案的比賽 這一方面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幫助到年輕人 去配備他們自己 另外就是說 其實特區政府 都有很多資金 是可以給年輕人去申請 去創業的 這個創業其實涵蓋的行業是非常之多 所以包括剛才各位朋友 他講到的AdTech 都是一些近來很新興的 年輕人喜歡的行業 都是特區政府創業的資助範圍之一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只要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想去試一試 其實這件事 這個世界上大家都知道 創業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你如果不試 你就一定沒有機會了 所以在趁年輕的時候 我自己又覺得 既然現在社會有這麼多資源 這麼多配套去支援這件事的話 年輕人如果可以抱著一個 接受挑戰 不怕失敗的心態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很值得去試一試 很好 非常之精彩的交流 今集的內容是非常之豐富的 我們從多角度了解了 交易洲人工度和北部都會區發展 如何為香港各行各業的發展 帶來機遇 兩個項目都對於香港發展 有著很重要的角色 連接大灣區和內地 同時面向世界 今天我們衷心謝謝Stanley、蔡德昇先生 JP和我們的專業青年 一起討論關於移業的議題 多謝三位專業青年 下集我們會繼續 我們遊得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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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